暖暖區疫苗接種站打氣相當旺 長輩們依序排隊進場施打第四劑莫德納疫苗 不過更有許多長輩直接問 親自到現場服務提供礦泉水 給長輩解渴的市議員林敏勳 以及提供折疊善給長輩三良的市議員聯恩典 原本市政府說好的要發送的500元禮券 怎麼沒有了呢 怎麼信任嘛 你的公告也不是不是說 只是口頭說 你還是正式公告 廣傳耶 你傳到最後你看大家都 都傻眼 幹瞪眼 那樣耶 你代表我們再繼續來 你不要說為了 你要衝這個死打力 你就用這種騙老百姓 那我們老百姓何估啊 市議員王省之則因為確診居隔中 派研究員到現場協助服務 而對於許多民眾質疑 市政府沒有發送500元禮券 變成加送快篩劑的問題 議員表示應該是中央的問題 但是會在市議會召開會議時要求市政府解釋清楚 打了至少無怕無保備 那我想這個盡量在這個疫情當中 我們都能夠順利平安度過 那雖然呢我們這次的市政府有這個500塊的問題 我想我們長者也多包含這個上面的大概這個錢就沒有設計得很好 然後跟我們講得太快 那我想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那至於這些小季節 請我們這些的民眾也能夠多包含 敏薰在這幾天的現場的觀察 在服務長輩的這個情況之下 有觀察到也有很多民眾有跟敏薰表示說 那原本之後這是有我們來施打 為了鼓勵長輩來施打疫苗 其實是有贈送這個500塊的禮券跟四劑的快篩四劑 那為什麼在現場只有8劑快篩四劑 就有點覺得怎麼跟市長在臉書上宣布的不太一樣 那這邊情況我們去了解情況之後 那得到的回覆是說 原本這個原本是中央 我們有鼓勵為了鼓勵民眾施打疫苗 他有準備了500塊加2劑的快篩四劑 那市政府市長這邊再加碼兩劑 所以總共是500塊加四劑 這是最原先的一個鼓勵施打的一個政策 那後續是因為這個中央這邊 說500塊這邊他們的預算經費不夠 所以他們及時收回 所以變成是說只有原本的500塊改成四劑的快篩四劑 那就是變成是說總共在現場會提供8個快篩四劑 那其實很多民眾是有一些疑惑跟一些可能不諒解 那在這邊還是要解釋給民眾聽 我們去了解得到的情況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我們在之後的這個議會裡面 我們也會詢問市政府跟衛生局 說為什麼明明就是中央規定在6月底以前 只要完成65歲以上長輩施打 鼓勵這個鼓勵的政策 都應該要有500塊的禮券 甚至我們桃園市政府還有700塊的禮券 那但是就是說 這個為什麼會突然踩煞車 然後變成是快篩四劑 這個我們會在下一次的會期 我會提出來幫我們的民眾來做這個詢問這個動作 市議員進一步表示確實有不少長輩是衝著可以領500元禮券 而來加打第四劑莫德納疫苗 以暖暖區疫苗接種站的紀錄來看 在暖暖區衛生所主任醫師吳美慧 以及暖暖區公所區長蔡春棠帶領衛生所和區公所人員聯合服務下 第一天打氣最旺 高達八九成符合資格的長輩來接種站施打疫苗 第二及第三天之後打氣就變得比較弱 不過暖暖區長蔡春棠和市議員林敏勳以及聯恩典 還是安撫有疑慮的長輩們 接種疫苗可以抵抗新冠肺炎 健康最重要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記者吳俊松棠